柯文竹 我覺得會被羈押 沈青青超笨的 沈青青之前在杭州他的事業 大陸裡面有事業體 然後檢調跟他鬥志 檢調他放鬆好像沒什麼辦案 他在回來幹嘛 今天聽到封聲 可是前兩天 我們在萬華這個地方 就是殷小薇的大小子 他跟調查局很熟 他說殷小薇前幾天說殷小薇會被抓 我說不可能 議員沒有土力 今天真的被抓是第一件事 第二 因為檢調放得很輕鬆 他竟然從杭州就回來了 你說沈青青 今天可能聽到封聲又要逃了 就來不及的被抓到 概念是這樣 所以邏輯上是這樣 他這塊地 被台北市政府不斷的要求 只有拿沒有給 但他就覺得他這塊地 怎麼可以這麼被欺負的這麼慘 很委屈 結果科文哲 橫空出事 藍綠不敢 他敢做的事情 他敢做超越藍綠 提高龍拘力 所以最後他們兩個就情投意合 在一起 這就是沈青青進化城土地的初戀情節 柯文哲 我覺得會被羈押 沈青青超笨的 沈青青之前在杭州他的事業 大陸裡面有事業體 然後檢調跟他鬥志 檢調他放鬆好像沒什麼辦案 他現在回來幹嘛 那今天聽到封聲 可是前兩天 我們在萬華這個地方 就是映小薇的大隻條子 他跟調查局很熟 他說映小薇前幾天說 他說映小薇會被抓 我說不可能 議員沒有圖力 那今天真的被抓是第一件事 第二 因為檢調放得很輕鬆 他竟然從杭州就回來了 你說沈青青 那今天可能聽到封聲又要逃了 就來不及的被抓到 就是這樣概念這樣 好 再拉回來 這個案子我跟你講 柯文哲的主手心很強 今天我們那個彭富 彭震生 該不蓋章都沒蓋章 該跟檢調講 那天到我們那個 我們的金華城調查小組 全部都講喔 問什麼就打什麼 他說 今天喔 不是 前兩天 他不是那個嗎 像是那個 就說是柯文哲交代 我就問他說 欸 我說彭富啊 那請問你喔 三場那個關鍵的 所謂專家會議小組 是不是柯文哲強迫你要開 找就弄這三個小組 他說是 那三場有關鍵性的 為了以後容積就幫忙到 然後我說欸 那你們主席很重要 我說你們那個周國城 這個主席 就是那個教授嘛 為什麼一直在幫金華城講話 你知道 他為什麼可以當主席 你知道彭震是怎麼講 說請問喔 第二場第三場有幫他講話嗎 那請問你們為什麼要叫周國城 當主席 你看周國城怎麼樣 他問說誰要當主席啊 應該推來推去啊 到這種場面 選我選我選我 周國城都選我選我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案子那麼敏感 應該是畢之為恐不及才對啊 就是幫忙的委員 委員分兩種 委員掉了十幾個 有的幫忙的 有的不幫忙的 那這種幫忙的委員 我看也是有很多的問題喔 所以金華城這個案喔 曾慶金 被 反正現在是搜索了 然後搜索了幾處你知道嗎 43處欸 你可以想像43處 所以連委員 連殷小威行一路的家 殷小威的議會 然後就是七八個人裡面都好多處 我不知道有沒有搜新竹老家 阿伯啦 不知道 他沒講哪些處 這個該搜的 43處很多欸 所以簡單講 今天這個搜索是大搜網 可是今天看起來 如果搜到殷小威跟沈慶金的話 看起來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這條線會再燒到柯文哲這邊嗎 好 我跟你講 其實阿伯跟這個沈慶金本來是幾乎不認識 不熟 是黃珊珊跟殷小威簽這個線變成朋友 那沈慶金是殷小威的金主 然後沈慶 然後所有的選舉公私兩宜啊 他的權力幫忙 兩個好的不得了 他跟他弟弟沈慶光更好 我說殷小威這第一個我講交情 第二個我講個小故事 那是郝龍斌跟江啟成在選主席 那殷小威選舉這個什麼 中央中常委是免談 都派氣換票嘛 連話很清楚 他為什麼當中常委你知道嗎 沈慶金沈慶光出面 去找那個操盤手那個郝龍的那個什麼 蕭景田 然後要求拜託就換交換 當是金恩慶黃富星的主委 所以要支持黃富星的票 支持郝龍斌選主席跟江啟成 可是金恩慶的乾女兒是誰 易小威就黃富星主委 說易小威你們派氣的票 配票五十聯盟要給我放進去 易小威高票當選 就他們是走那麼近 好 我再講 今天不是喔 郝龍斌的醜 不是這一次金華成 逗那麼多年 你還記不記得雙子星 雙子星 然後第一名標道是馬來西亞 你還記不記得 易小威有沒有開記者會 幹那個馬來西亞那個 那誰給他資料 沈慶金嘛 因為第二名就中華工程嘛 那郝龍斌很生氣 寧可給第三個也不給第二 還記不記得這段往事 你回想 勾琴的往事 說恩怨十幾年了啦 他亂搞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他們關係喔 就我簡單講就是 後來黃珊珊的關係 跟阿伯比 遠遠比阿伯好喔 跟沈慶金說 第二 那易小威更不用講了嘛 那是結拜哥哥嘛 金主嘛等等喔 所以這個事情喔 水還很深啦 大家還有得看呢 對 好 那漁果市場的部分呢 漁果我跟你講喔 漁果是這樣 那時候喔 中華工程喔 都標不過根基營造跟黃昌 對 那中華工程那個漁果改建的時候 差不多兩百億左右 總計的 他也是威京下面的那個馬子公司 那裡面壞到幾點 我把阿伯的壞講給你聽喔 然後 那第一個標兩期工程 差不多一百億的 叫環南市場 就被黃昌標到嘛 好 標到以後 那他也 中華工程也去標 因為他公司沒有黃昌好 就標不到嘛 真的喔 那下一個肥肉是誰 兩百億的果菜市場 厲害了吧 可以賺二三十億 這個很大錢喔 結果阿伯喔 因為正常回去標的話 一定是黃昌或根基標到 中華工程毛都摸不到 欸 還是一直拖 一直拖 拖的結果是怎麼樣 第一個 釋緩則緣 我在幫中華工程創造機會 第二個 那幾年物價漲了 記不記得營造 漲了以後 好 漲了以後還是可以弄標案 他怎麼綁裝啊 這太離譜 這真的可惡阿伯 第一個 他的案子 總共喔 標一百五十億 可是蓋要蓋差不多一百七一百八 賠錢二三十億 所以黃昌跟那個就不要完了 根基 我幾次留標 那沈慶金跟阿伯講好了 我就來標 我賠二三十億我也標 你知道成本要一百七到一百八 後續再追加就好了 對 那確保怎麼追加 你怎麼控制追加這五十億 讓你從賠二三十變賺二三十 怎麼弄壞到什麼程度 不知道誰幫他想的 魚果市場兩棟 一個是賣蔬菜的 那六樓他只蓋了五樓 那這個 這個魚市場 是八樓他也只蓋五樓 一個是不是牽一樓 小平他原設計就是六樓跟八樓 對 他故意蓋到 他蓋到你講完 不得不追加 講完也很痛苦 好 那是不是一層蔬菜是不是差一樓 對 那賣那個魚的是不是差三樓 好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頂樓沒蓋的是什麼 攤販的場所冷戀 你知道 那這個不一定 還有發電機 那一定要蓋的 你知道嗎 非追加不可 他這樣子綁 所以檢調才辦他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威一金的部分 包括子公司 中公的這個部分 都跟金華城 因為魚果市場 這兩個案子非常有關聯 現在先回到了 柯文哲到底跟威一金集團 有多少的案子綁在一起呢 剛剛威一金集團 有個最新的聲明說 目前中公跟中石化的部分 已經發了重訊 是針對中公跟中石化 好 他說其他部分呢 還沒有辦法對外說明 一切配合跟尊重檢調的查辦 但要請教3Q 因為很多人說 那應小偉會不會是 很多案子都會有防火牆 應小偉有沒有可能是這個防火牆 但是剛剛就換出來講 金華城這個案子 應小偉沒有辦法是防火牆 為什麼呢 因為必須要市府決定 必須要柯文哲決定 他必須要頂頭上市 他才能決定 所以這看起來 還會再往上騷 應小偉被連檢 衝到議會去 問一問 收一收帶走 應小偉回得很好 他說 任何小市民到集團 任何人我覺得一個議員 該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們的陳情 跟市府請求協助 什麼意思 做一個民意代表 誰來跟我講 只要有需要 我來跟市府反應 但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應小偉到底會不會是防火牆 我認為不會 原因是 民意代表根本沒有決定權 你如果要提高容積獎勵 然後要更改這些地幕變更的細則 跳過所有的公務員 那你至少的議會 投票通過 這件事情根本沒有發生 所以具體 應小偉如何影響這個 金華城的事件 有紀錄的啦 是三次的便當會 兩次在辦公室聊天 那私底下 有沒有跟柯文哲 沈欣欣怎麼見面 那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咧 他做了一件非常 有到曹豬影院有見面 有曹豬影院 我都沒有去過 來 我看過 有笑有笑 來 有一個最關鍵的影響 就是所謂的方案式 這個是應小偉的這個 整個事件的參與 除了便當會之外 他們說在6月23跟7月1號 替金華城舉辦兩場協調會 地點就在哪裡 議員辦公室 應小偉議員辦公室 當時有許多官員在場 最後才催生了所謂的方案式 這個方案式 進入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意思就是說 本來人家都說不行啦 彭聖聲不該張啦 不行啦 那應小偉硬生生的 跑出一個方案式 但是他提出方案式 也不代表就是 他就是這個 幫忙解套的那個關鍵人物嘛 不是幫忙解套 最後的權責還是在柯文哲的印章嘛 所以柯文哲 沈慶清是由前副市長 黃珊珊剛剛我們內行的 這個小平哥已經拿出來講了 這個如果沒有市長受益啊 金華城案不可能過關 議員本身也沒有忍耐 那柯文哲答應的太多 這個是游淑會講的 他說啊 其實柯文哲在便當會答應太多事情 SOP都是請局處研議後答覆 但金華城案柯文哲 三次明確指示 積極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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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然後有這個常委效應 一直想辦法讓其他人家進來 我要講一下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金華城到底有什麼值得審慶金 投身家來拚 就你是一個集團的總裁 錢也不缺了吧 這個名利權利 不不不能這樣講 多了幾百億 多了幾百億 我本來以為 好吧幾百億是一回事 那可能欠了幾十億 現在可以多賺幾百億 馬上可以黃光還有幾百億 沒有錯啦 所以我們要講一個道理 就是我們自己也都會認識一些大老闆 然後有一些高金額的政府標案 軍方系統什麼 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是他為什麼一定要以身涉嫌 我後來發現 這有可能這塊地 是審慶金的初戀 不是我是跟你講真的 我是文藝愛情片現在是 1982年 1982年 1982年之前這塊地是唐龍鐵工廠的機場 唐龍鐵工廠是用來做 蓋火車公路底盤 然後甚至是後來怎麼樣 被省府經濟部收走 本來唐龍鐵工廠在台灣是多厲害 厲害到比育龍還會坐車 那後來當然有一些政治的原因 反正他就變成收歸國有宣布破產 在1987年的時候 他拿出來賣 賣給誰 就是威京在這個時候買的 買15億3000萬 買來之後 在1987年買 1989年吳伯雄就跟他講說 你們這個地不錯 要變住宅用地 捐30%給市政府 我15億買塊地 你要捐30%出來 我要 他心裡怎麼想 這個就是以政逼商 我小老百姓 我是一個企業集團 我買一塊地 我要做生意要幹嘛的 你跟我說 我要變更地幕要抽30% 我一定不要啊 到1991年的時候 換黃大洲上來 他又再講一次 你不捐30%的話 我建造不發給你 你那塊地就爛在那裡啦 所以沈慶慶這塊地 是從1987年 一路被政治 一路被市府勒索到現在 到1994年的時候 因為他國民黨嘛 他還投書 他說要求我的股東 投資人 全部支持國民黨 不然的話股市會公盤 我們集團會倒閉 他現在覺得國民黨之前不理他 好不容易民眾黨要理他 是不是 快到了快到了 結果94年 他發了那篇書之後 誰當選 94年台北市長是誰 陳水扁 陳水扁說 你國民黨你們家的事 我這邊市府的規則就是30% 不然就不要跟我談 我沒有什麼要跟你 我沒有跟你什麼好談的 所以他最後怎麼樣 他把市府議買過來的地 捐了30%給台北市政府 扁市府之後 阿扁還要求他 你再幫我蓋一個台北五四館 他又蓋了一棟房子 到2011年的時候 他又跑去找好龍兵 說我這個龍基率能不能再提升 560840 又不理他 所以邏輯上是這樣 他這塊地被台北市政府不斷的要求 只有拿沒有給 但他就覺得他這塊地 怎麼可以這麼被欺負的這麼慘 很委屈 結果柯文哲橫空出世 藍綠不敢做的事情 他敢做超越藍綠 提高龍基率 所以最後他們兩個就情投意合 跟在一起 這就是沈欣欣進華城土地的初戀情節